付出了10%的代价 但是能拿到了90%的成果 那么我相信 只要你心理平衡 提前做好规划 风险管理 请教专业 或者是自己心中有数 愿意放弃一些小的利益 那么你的成功就在眼前 你有订阅new新闻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 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新年新希望 我的愿望成真几率有多少呢 欢迎大家来到奥修缠卡解读时间 请大家跟着我深呼吸 很好 把你的注意力 集中在心脏的周围 我们这边有四张牌 一 二 三 四 跟着你的直觉 从四张牌当中选一张牌 选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咯 好 先来看第一张牌 这个牌叫做妥协 哇 抽到这张牌的你呢 我相信在新年的时候 你有很多事情要做 而且已经蓄势待发了 这么多事情要做 很多新的人 新的业务 新的环境 甚至是新的专业 甚至是你是不是要去考试呢 总的来说 你在周围的这些资源 在新的来年之际呢 需要去整合一下 尤其像是人脉 或者是你的钱脉 或者是你的时间 或者是你的精力 要花时间学习啊 或者是跟别人相处啊都好 还有可能是健康啦 这些都是要付出的代价喔 如果你可以把这些整理好 那么我相信新年新希望 你可以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完成 只是说这个代价 你能不能复合得了呢 千万要评估一下 不要盲目而为 最后得不偿识喔 我们来看第二张牌 这张牌叫做源头 哇 抽到这张牌的你 新年新希望 梦想成真的几率有80% 那在抽到这张牌的时候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 已经在进行中 或者说你很期待有什么成果了 也许2020年 你已经忙了很多事情 并且把很多事情已经做得很顺利啊 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很多的准备 只要最后的冲刺就好 来到了80%的成功几率 那20%是什么呢 也就是你要多一点耐心 虽然你情绪高涨 很多热情 但是旁边的人不一定买单啊 你需要很多时间去说服别人 或者说你需要时间去等待 等待所有的实际成熟 才能做执行的动作 还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自我成长很关键喔 当你对事情有耐心 然后当你觉得一件事情 需要时间去解决 所以我不逼着自己完美主义 一直在苛责旁边的人 这就叫做自我成长啦 慢一点稳一点 你想做的事情跟着时间和机会 慢慢的做平衡和调整 我相信你想要达到的目标 很快就可以看到喔 我们来看第三张牌 这张牌叫做傻瓜 哇抽到这张牌的你有90%的成功几率 你的梦想成真是看得到的 那10%是什么告诉你 这是风险管理 你正在做的事情虽然已经快成功了 是不是有可能功亏一篑呢 你的风险管理有没有请教专业啊 或者是提前做好规划啊 甚至是你已经做好了跟别人交换的准备 付出了10%的代价 但是呢拿到了90%的成果 那么我相信只要你心理平衡 提前做好规划 风险管理请教专业 或者是自己心中有数 愿意放弃一些小的利益 那么你的成功就在眼前喔 我们来看第四张牌 这张牌叫做完成 这个才是要大恭喜你 百分之百绝对心想事成 其实基本上已经要完成了 就是在结案的过程中 有些学过的东西 已经要开始重新去发挥创作 然后去执行的阶段了 然后你的规划呢 基本上已经胸有成竹了 只要拿出去跟别人一起合作 也就可以拿到成果 还有一个关键点 抽到这张牌的人 满招损千受益 得到成果 记得要跟大家分享喔 我相信一个人的成功 一定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啦 所以分享还是很重要的 选一二三的同学 你也不要太羡慕他 因为百分之百 后面接下来就是百分之零 因为他要开始一个新的项目 新的计划 新的准备 新的学习啦 总的来说呢 不管你是70% 80% 90% 还是100% 我们身边的事情 一定是来来去去的 重点是在于 我们的执行力 我们的心态调整的如何 如果你想要心想事成 成功几率增高的话 我相信分享成果 跟大家一起好好的相处 人脉建立好 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按照你想要的方向 去发展喔 祝福大家在来年 个个都可以美梦成真 我们下集见了 拜拜